你是心中一看痕迹 台湾艺人到中国发展 每到中共实义就要进行政治表态 中共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修订后的 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 规定演艺人员的经纪人 要通过资格认定考试 必须拥护中共宪法 称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才能在中国重视演艺经济活动 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经纪人 也包括在内 要求台湾在中国发展的艺人 必须为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统一支持中国共产党表态 其实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 那这一次所定的这个经纪人管理办法 就是要把这个做法法制化 透过经纪人来管异人 考证照要绑着中国的统一思维 然后用绑证 用考证照来限制一个自由创作的范畴 这完全都是民主社会自由的国家 没有办法接受的 今年以来中共频频整肃娱乐圈 女星郑爽遭官方封杀 因逃税被重罚2.99亿人民币 偶像歌手吴亦凡因涉嫌性情入狱 横跨影视和资本圈的艺人赵薇 作品一戏间全部被下架 钢琴王子李云迪涉嫌嫖娇被拘留 演艺圈人人自围 中共6月份称要开展饭圈乱象整治行动 8月份发布文章称 要斩断娱乐圈乱象背后的资本链条 共产党这个极权政权的本质里面 他是最害怕舆论的自由 他是最害怕人民组织起来 他是最害怕资本的自由流动 所以才会衍生出这一系列的所谓的 要来整改娱乐圈的这样一个现象 对于像中国籍的人士参与台湾的影片演出 从来也没有要求他要各尊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 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演绎跟创作自由 这就是台湾跟中国最不一样的地方 中共极权压迫下 中国市场早已失去自由创作空间 议员苗博雅呼吁 中央或是地方相关主管机关 应有更明确的讯息 提醒从事文化相关影视因的创作者 中国市场的政治风险 也逐步引导创作者往国际市场发展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连 张东旭张远婷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